可在《谈谷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婷 你好 朋友们好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连续四天 市场陷入了一个 向下调整的一个走势 那这样的一个走势 对于下周来说 还能够重拾声势吗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很重要 实际上刚才李婷用了一个词 我觉得很好 一个成语 虎头蛇尾 那本周的行情呢 应该说完全可以套用 这个成语 虎头蛇尾 或者说一铺识寒 基本上都是能够描绘出 本周证券市场的一个特点 但这个虎头蛇尾 每个虎头差不多是一样的 啪一下子上来一根大阳线 但是蛇尾呢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不妨来看三个指数 首先看一个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呢 我们可以看到虎头是虎头虎脑 一下子大涨 给大家一个感觉 气势又重新起来 当时成交量也放大 但是此后四天的一个时间 缓缓下落 那么到今天呢 基本上来到了 这根大阳线的一个 半分位的位置上方 止住了下跌 这个蛇尾啊 应该说我们投资者还能够接受 因为下跌的一个幅度啊 还不是很深 但是我们再来看几个指数啊 我们再看一个是创业版的一个指数 看一下创业版的一个蛇尾啊 是什么样子啊 同样的可以看到虎头还不错啊 都是一根大阳线 但是蛇尾往下 这个空间啊就有点大了 今天呢实际上已经到达了什么位置呢 已经到达了它的一个缺口的一个上沿的一个部分 并且呢 如果从缺口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补去了一个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创业版的一个蛇尾啊 显然要比主板市场要差得多 我们再来看一个指数啊 那么这个指数呢 是科创50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啊 科创50指数呢 应该说这波起来呢 要比上增指数要好 比创业版指数要好 要应该说要找得多 也强得多 连续上涨了五天 五连扬的一个走势 那么到了本周一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五连扬的 周一的一个一个开盘的一个指数来看呢 已经开始变弱了 它的一个虎头啊 已经是小了一点了啊 但是蛇尾更得要看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连续三天的一个下滑 尤其是昨天和今天 连续这两天的一个下滑的 一个幅度是偏大的 并且呢 已经把这个缺口啊 也已经补去了 这个缺口是什么 是结后第一天的这个缺口啊 还不是本周一的一个缺口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把三个指数放在一块来看 虎头蛇尾 你得考虑一下 应该说高科技股在本周的后半段 是拖了后腿 反过头来呢 我们也知道啊 本周呢 应该说像银行啊 券商啊 甚至像煤炭石油啊 是继续是流出啊 但是流出的一个幅度不是很大 那么其中呢 在中午前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有过过山车的一个走势啊 下午呢 又再次出现了第二次过山车 那中午的时候呢 是在大概11点20分左右啊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过一波市场快速的一个下滑 那么这呢 使得市场前景看起来有点扑术迷离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一个涨跌幅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啊 NMN这个概念呢 是涨了4.02%啊 那么这个概念呢 可能有的投资者搞不清楚 这个缩写代表什么啊 实际上就是营养品保健品之类的一个东西 涨了4.02%啊 那么其他的超级增菌啊 蚂蚁金服概念 保险啊 保险呢 今天再次出现在排行榜的一个前列 还有呢 就是药用玻璃啊 其实再往下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疫苗啊 这个抗病毒啊等等啊 这些概念呢 今天也是在涨幅的一个前列 下跌前列的到底有哪些啊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未来汽车概念啊 这可能代表的是 汽车概念啊 遭受到了一定的一个刨压 那另外呢 是高科技的一个概念呢 也是处于跌幅的一个前列 来看看创业版 前世大权重的一个表现 昨天呢 是金融鱼第一天上市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它是尾盘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是上下来回震荡 最后呢 是金融鱼跌了12.48% 尽管下跌 3000亿的市值也没有了啊 但是不妨碍它 现在呢 是进入创业版前世大权重 并且牢牢占据前三的一个位置 尽管自飞生物今天是上涨的 但是跟金融鱼相比呢 大概还有2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差距 那今天呢 有四家创业版前世大权重股当中 有四家是上涨的 那另外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啊 都是处于下跌的一个行列 再看一下主板 哇主板啊 今天上涨的一个加速多了啊 有七家 一家是平盘 另外两家是下跌 那七家当中呢 像中国人寿啊 中国平安啊 都是属于保险板块 所以今天保险板块呢 是在板块涨幅榜的前五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其余的呢 是和银行相关的啊 中国石油市平盘啊 再看一下科创板 科创板呢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 康希诺啊 涨幅达到了6.92% 昨天也是上榜的 涨幅应该也是跟今天 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啊 但是呢 没有带动起科创板50的一个指数 毕竟像康希诺啊 像中芯国际啊 他们还没有进入 科创板50指数啊 因为第一次公布指数的时候 他们还没上市啊 那有的刚刚上市 还没有进入这个指数 所以呢 对指数影响不大 所以尽管是上涨 但是 科创50指数是下定啊 代表科创50指数呢 更多的是跟 芯片啊 这个5G啊 这些板块呢 是相关的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请出今天来到场内的 两位嘉宾啊 一位呢是王英 另外一位是全光明 两位好啊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延续了啊 这个本周周二以来的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啊 上方的就9月4号的一个缺口啊 但是上涨以后 站稳的一个可能性啊 王英认为是偏小一些啊 那么再请出广敏啊 我们听听广敏对此怎么看 我认为下周也是有挑战新高的这种动力的 创了新高之后 可能相对来说 还是会有一个震荡回落的过程 嗯 也是有创新高的一个动力啊 那么近着创新高的一个动力有 但是都认为似乎要站稳 可能有点难度啊 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 那我们还得请两位嘉宾 一一来跟我展开聊一聊啊 看看在看法上是不是有差异啊 我们先请出广敏啊 来听听广敏对于市场如何判断 如何分析 来有请 好的 先请主持人切到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好 那么从上一周啊 来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把这个观点已经亮明了 就是说 未来一段市场的走势 大概率是走的震荡上行的格局 那么这种走势呢 类似于当时2646上来的这波行情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成交量来看 跟当时的成交量是非常类似的 它是逐步放量的一个过程 因为之前从最高的成交量 到9月底的最低的成交量 它的成交量萎缩的太快 所以说后面走势基本上是缓步的放量的过程 不可能说一出而就的放很大的成交量 那么这个跟当时2646也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来看2646当时起来的行情 就是上涨基本上在150点左右 左右呢都会有进二退一这样60点到70点的一个回测 回测了之后 往往是踩到了20天线 再形成一个反弹 那么甚至于有时候会跌破20天线 我们看到整个2646上来的时候 跌破20天线的过程 好像有我印象中有三到四次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从目前的位置来看 我认为上证指数 如果按进二退一的节奏来说 那么上涨150点之后 我们这次的调整目标位 应该是在3300点上下 可能会形成一个退一的一个完成 那么退一完成之后 这个再形成一个向上的话 那么上涨到3370点到3400点左右吧 那么这个位置又形成了一个向下回落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样的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 将保持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呢和生成值 包括创业版和科创版的节奏 可能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上证指数是在9月30号左右 见到一个低点的 而科创版也好 包括创业版也好 包括这个生成值 都是提前见底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这两天我们看到 像这一类的板块指数 都是先于大盘 先于户指呈现一个调整 所以我认为这两天 只不过是银行股在户盘也好 就是向上托举也好 那么形成了一个户指偏强的格局 那么只有当所有的这个板块 都形成一个共振的情况下 才会有一个有效的向上突破 并且站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的市场 还是需要一个高抛低吸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节奏 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确实假如是市场复制 前面2646点上来的这一段行情的话 那么确实高抛低吸就有用物之地了 而且我记得当时这一段时间还蛮长的 3月中旬到这个6月底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到了7月份 然后再澎发出一波快速的一个上涨 只有几天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回过头来讲 似乎还是慢慢涨 这样的一个节奏更符合 更多投资者的一个利益 那回过头来 我们要跟广美继续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你提到了一点 就是高抛低吸 那么也谈到了一个高点和低点 觉得下周的一个走势是先冲高 还是先回落 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从个人判断最短期来说 应该下周有一个下探的过程 那么主要的是这两天 包括科技股都是率先调整 包括前两天都已经调整 那么目前科技股从今天来看 还没有明显的一个止跌迹象 然后像银行板块 这类保险板块的话 又是处于一个连续拉伸段 我们可以看一下银行板块的一个走势 其实从9月30号开始 银行板块连续拉了几根长阳线 而我们知道银行板块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动板块 不可能在此位置上再继续的向上拉伸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短线 银行板块回调的话 指数可能一步调到3300点 那么只要银行股调整到位了之后 叠加像科技类的板块 之前先于大盘调整之后 大家都在3300点形成一个止跌的信号的话 那么向上攻击70点 那么就是3370点 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过程 因为前一段行情我们也看到 基本上是上涨两天可以涨100多点 但是回调六天 回调了这个二分之一的位置 那么所以我觉得后面应该也是一个 卖冲性的快速向上突破的一个走势 那么但是短线要先踩一下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是这样 确实刚才提到了银行板块 本周的一个银行板块是连续一个上涨 它完全没有像指数那样虎头舍回 而是虎头呼脑开始到结尾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走势 它是积累了一定的一个获利盘 如果它有一个回调 那指数一定会被它拖累下去 这一点刚才广敏说得非常清晰 但广敏刚才在说的时候 你也提到了高科技股 高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那么高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我们要多观察一下 科创50指数的一个走势 毕竟它这一轮是先涨 好像也是先跌 其实这两天的一个跌幅也不小 是不是要等待它起稳以后 开始拉升 那整个大盘才会再来一波向上的 是的 可以这么认为 因为从科创版的走势来说 它的底部的抬高的幅度 要远远大于其他的 像科创版也好 中小版也好 这个底部抬高的幅度 那么也就是说 此轮上涨的先锋应该是科创版 而科创版的最低点 基本上是在9月中旬就已经见到了 所以说未来两天 如果说银行股出现调整 而科创版指数形成十字星的话 那么这个代表一个 科创版指跌的信号 那么有利于这个后市科技股 重新卷土重来 带动市场人气逐步的回升 是这样的 好 谢谢光明 那光明对于大盘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晰了 那待会呢我们要请出光明来跟我们聊聊 他对板块方面 我记得上一次来呢 谈到了一个纺制服装的一个板块 当时感觉好像纺制服装板块 能有表现吗 但是青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奇怪的是 本周纺制服装板块 应该有连续四天了吧 上榜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王英 听听王英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刚才你也提到了 有创新高的一个能力 但是未必能够站住 或者是把这个缺口能够完全补去 为什么你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我来听听你的看法 有请 好 其实我们知道 结后两天 市场其实走出了一定的一个逼空的行情 就整个的天时地利人和 各方面的因素 造成市场 其实大家感觉有点回到7月份了 觉得市场可能会一鼓作气 可能会创出新高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是 并没有去补上方的一个缺口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 就是向上的空间和动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有一定的不足的 然后我们再从技术面来分析一下 其实这是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 上升指数的一个走势图 前期的话 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三角形整理 然后是一个跳空缺口 向下 就是把那个三角形整理 给跌破了 然后在9月份的话 其实市场在9月中旬 可能有一波的反弹 然后也是并没有去试探那个缺口 就下来了 9月中旬那一波 对 然后这一次的话 亿能是 就借着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一个时间窗口 也没有去 甚至没有去试探这个缺口 所以我觉得 缺口的位置 好像是在这根线的位置 对 就还差一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 向上的力度可能是不足的 然后我们再看 那个成交量的一个走势 这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下降通道 就是最近的话 两市在反弹 最强烈那一天的话 两市相加也没有突破1万亿 现在的话 大概是在8000亿左右 所以从整个量能来看的话 要想去创出新高或者站稳新高 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再看 第二点从排面来看 排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存量博弈的一个市场 有什么表现 第一就是市场那个板块轮动比较快 乐点也比较分散 而其中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注意 就是有一点反向思维的 就是说当一个 我们可以以传媒板块为例 就是大家其实国庆期间 整个票房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大家也是比预期中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大家注意到 传媒板块的一个走势 其实在节前它就提前走了 就是提前上涨 然后节后的话 其实市场是出现了大幅反弹 但是传媒板块是快速的杀跌 而且整个是下跌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现在存量博弈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有点反向思维 就是当预期兑现的时候 反而市场的走势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存量市场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而且我们也会注意到在盘中的话 尽管在就算在那两天大涨的时候 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白马股 也是出现了一些散崩的一个状况 就并没有说形成像7月份那种 就是说大部分个股 全部都是一个大幅上涨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种现象你觉得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仅仅因为是存量的一个关系吗 我觉得就是说明市场还是在一个高抛低吸 也好或者做一个博弈的一种状态 就是并没有说是一个趋势性的 或者系统性的 持绸的一个稳定性很差 很差 大家也其实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其实排面并不是特别的一个稳定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近期公布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经济数据 9月份的一个金融数据的话 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尤其在社隆这一块 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 因为社隆的话 其实年初是有个目标的 大概是说全年的计划是30万亿 但现在到9月份的话 已经是提前到了30万亿了 尽管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可能我们要适当的 把杠杆率稍微提一些 但这一点 我记得在人民银行 发布这个数据的时候 在发布会上 调查统计师的师长 也提到了 这个金融杠杆 应该还会继续放松 这一点你觉得会对市场稳定 或者说向上有帮助吗 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回答的 他是回答说 为什么前三季度 我们就完成了全年的一个计划 他是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允许阶段性的 可能要杠杆率会有一个上升 然后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是疫情控制的最好的 而且我们的经济数据 也是在持续的向好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的话 就是进一步的 加杠杆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意愿 其实是不强的 所以到了四季度 我觉得就是色隆这一块的话 可能会有 就是继续加杠杆的空间不大 所以它也会对市场 形成一些压制 所以从那个数据公布的时候 你看市场还是下跌的 就并没有因为它的超预期 然后市场出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反应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这两天 也公布了一个PPI的数据 是同比是下跌了2.1% 比预期要稍微差一些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过 就是说这一轮的话 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生产的恢复 是快于消费的 所以导致现在企业的 库存还是比较高的 库存比较高的情况下 所以上游企业的一个 盈利的一个改善的状况 其实是低于预期的 所以它也会压制一些 周期股的一个表现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我觉得市场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惯性 但是你要创出新高 走入一个系统性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 如果综合刚才所说的这些信息 包括央行的一个表态 那未来可能这个杠杆率也就是维持 那对于股市来说 它上不去 下下的去吗 我觉得大概率向下的话 它只是一个重心的一个缓步下移 就也不会说出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下跌 更多的话就是说今年的话 可能是今年四季度 或者到明年 大概率就是说一个指数 它的整体的波动不大 但是个股的分化 或者板块的分化会非常严重 我觉得是大概是延续这样一种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在这个波动的一个市场当中 操作难度大了 对 非常好 近期我不是闭着眼睛 一摸就可以拿一个涨停的 对 好 那么这个是两位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 也确实最近一段时间 从7月份到现在 尽管指数好像没什么跌 就这么两三百点的一个空间 没什么跌 但是有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承受到了 市场下跌带来的风险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说 一定要在这个时机当中去学会 如何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 去选择一些市场 应该会在这个波动当中 至少你要不跌吧 那这样的一个个股找到手的话 那你还有打新股的一个机会 打到新股你还能补一下是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定要把握 多看节目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那么今天请来的第一位场外嘉宾呢 是魏宁海 听听魏宁海对于本周 虎头蛇尾的一个行情 如何来看 来有请魏宁海 主板再度调整 从盘面来看市场热点后续不足 创业板属于强势调整 下周将会出现拐点 开始反弹 新能源汽车热度暂缓 光浮也并没有扩散 供暖供气有所表现 下周的机会在硬核科技 后期依旧是可以关注 新能源汽车 物联网 新材料 操作上逢低吸纳 半仓底仓操作 好 谢谢魏宁海 认为下周会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进入一个福利放送环节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套 2020年主线布局手册 你下载九方字头APP 就可以领取 手册呢 共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是科技股长保图 强周期股配置方向 新基建投资版图 和大消费抄底攻略 这本手册聚焦了四大任门主线 关注西芬林龙头 跟踪个股投资逻辑 称得上很实在的投资运货了 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 下载APP来领取 好的 欢迎回到场内 那么刚才呢 我们已经跟广敏约好了 上周来跟我们说了 这个纺织服装板块 本周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涨 那么在目前的一个阶段 对于纺织服装板块 如果有的投资者怎么处理 没有的 还能不能追涨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本周带来什么板块 一起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来有请 好的 首先是说一下 上周关注的纺织服装板块 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呢 基本上是创了之前 相当于护子3458的新高 所以说 以目前的存量博弈的情况来看 连续大涨的板块 其实我们发现是市场当中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从短期来看到 我的操作是 还是逢高减仓 因为连续大涨之后 可能有个短线的回落 或者说是阶段性的回落 那么因此呢 就是目前来看 那么相对来说 是持有或者说略微高抛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本周的话 新增了一个看好的板块 是风电的这个零部件板块 那么为什么看好风电零部件呢 是因为 主持人请切到第一张带来的PPT 那么从整个的这个风电装机容量来看 我们看一下 从08年到2025年 其实今年来说 就是驻障出最高的那个位置 是2020年 新增的装机容量 预计是34兆瓦的一个容量 那么基本上是创了2015年的最高 所以说我们看到 整个的风电板块 在最近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个零涨板块 或者说持续力比较强的一个板块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波上涨的这个主要的核心 再有切换到第二张PPT 主要的核心 其实在零部件当中 成本构成最高的几个细分的板块当中 一个是风塔 一个是叶片 还有一个是齿轮箱 那么这些细分板块的话 它本身就是在整个的风电环节当中 它的成本占比是非常高 而且它的这个价值量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它整个的涨幅也非常大 但是呢 相反我看了一下下面的一些零部件 相对来说涨幅偏弱 一个是交流器 一个是变压器 一个是发电机 这一类的电力电子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 表现会偏弱一些 这也是市场形成一个 怎么说 就是说 纯量博弈或者说此消彼长的一个节奏的问题 或者说是一个资金链不足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后期来看 像这一类的 既然它整个的装机容量 是在2020年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的情况下 下游或者说一些细分的一些板块 都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么像占比达到百分之二点多到三点多的这样 这一类的电力电子板块 它主要的从板块上来说 更偏向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科技股 可能混在科技股当中 那么这两天随着大盘科技股的回调 那么使得这些相关的品种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错杀 或者说是回调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后期会密切跟踪 这样一些相关的细分的一些小的板块 做一个逢低潜伏 而现在市场正好也是一个逢低潜伏 逢急拉减仓的一个操作策略 是这样 应该说广民看得很细 把风电行业 它的一个零部件拆开来看了一下 那么市场的一个表现 有强有弱的 弱的呢 那我想尽管它也是风电 那可能你要整个风电大风吹上天 它可能也会起来一点 但这个幅度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呢 你要分清 有行业板块 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 看到我领头羊 连续几个上涨了以后 下面的也会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的投资者呢 也感觉好像你没动 你也风电我买你 结果买了以后 发现好像也不涨 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你要拆开来 仔细看一看 哪些是这个行业当中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赚钱的 有些可能是替代性很强的 那你就不挣钱嘛 不挣钱的话 那就自然 尽管属于这个行业 涨幅有限 接下来我们要 请出王英 听听王英这次 跟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哪些板块 需要我们在后市当中 加以关注的 来有请 我刚才讲 这个市场是一个 存量博弈 而且是一个 要反向思维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关注一些 利工已经释放的 然后股价可能 近期调整比较大的 今天的话 是关注一下游戏板块 游戏板块的话 其实近期的调整幅度 也比较大 市场主要是担心 它三季报的话 可能会低于预期 其实我们可以 把市场单约的几个点 分别来分析一下 第一点的话就觉得 9月份环比比8月份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是有一个 10%左右的一个下跌 就是收入这一块 但是同比的话 仍能有20%的增长 也就是说跟去年的同期比 还是增长了20% 那9月份跟8月份相比 跌10% 这什么原因呢 主要因为8月份的话 是一个暑期 暑期的话 所以那个游戏的一个群体 可能学生玩的比较多 时间比较多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从各个行业 纵向去比较的话 能够维持同比20%的增长 其实整个行业紧急度 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市场担心 那个买量成本上升的比较快 可能会压住 买流量的一个成本 对对对 其实它有几方面原因 很重要一块 就是近期新游戏上的比较多 因为大家都同时上线了 那当然就是会有这样一个动能 去要抢占更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 而且它上升的幅度也是比较可控的 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市场 一个竞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并不需要去过分的一个解读 等到 而且它只是因为集中上线 能够到后期的话 还是要看这个游戏本身 它的一个质地怎么样 玩家能不能留下来 所以它只是说在短期里面 因为很多的游戏同时上线了 所以导致买量成本在短期有一个快速的上升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担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所以不需要去过分的一个解读 后期可能会逐渐的一个消化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关于一些渠道一个分层 因为原来很多都是通过一些应用商店来下载 他们会要去分渠道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一个收入 但是现在有些游戏厂商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游戏做得不错 对游戏受众的它的一个粘性比较高 所以他觉得我没必要分给你这么多的一个收入 所以导致可能在近期会这样 在一个渠道分层上 市场上会可能会有一些分歧 或者一些讨论 但我觉得是其实对行业来说 这是一个好的变化 因为过分依赖渠道就说明大家的游戏 就同质化太严重了 就大家都一样 所以可能要依赖渠道 但是如果一些好的游戏的话 它是根据本身的品质去吸引这些用户的 所以他们对渠道的依赖性 其实并没有传统想象中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反而会有利于这些研发能力比较强 游戏品质比较高的一些游戏厂商 所以我觉得后期的话 因为近期是所有的游戏公司 都在下跌 所以我觉得里面会有一些错杀的个股 我觉得它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好的 确实本周应该说 有些游戏公司是下跌幅度是比较大 这跟市场刚才王英提到的 一个买量的成本上升 有很大量的关系 那么市场当中的一个理解有所不同 有的人认为买流量 就跟有些咖啡馆 或者有些网红店开店的时候 雇了一批人在门口排队 这个造成一个虚假的一个繁荣是可有一笔 如果这样比的话 那就造假了 对不对 因为像咖啡店 它没有形成一个实际的一个销量 所以这个是属于造假 但是这个买流量就形同于什么 业内认为是等于是做广告 我做宣发 那么这个成本它是一定要花的 但是这个花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极致度 我们能够是不是带来现金流量的一个增加 这就关键了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三季度的一个业绩报告出来以后 你仔细争备一下 就像王英说的 整个板块一起下跌 那恐怕就不是正常的一个下跌 那这里面会有错杀的 你争备出错杀的 那你就发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是朱家豪 听听朱家豪 在本周市场我们出现一个虎头蛇尾的一个走势以后 他是如何看的 来邮请朱家豪 总体来看市场在10月面临着三季度业绩披露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同时伴随海外市场的波动的加剧 所以预计下周市场可能仍然会维持缩量窄幅相体震荡的走势 所以在操作上还是以中长线的布局为主 那么从板块上看 目前主要关注三个方向 一是新能源相关的一些行业机会 主要包括动力电池 光伏以及风能 其次主要会关注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 可能会受到进一步政策支持的相关的一些行业 还有今年以来涨幅相对较为落后 而且估值处于低位的银行以及保险类品种 好 谢谢朱家豪 朱家豪认为还会保持一个载幅数量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姚中元进入有看头来的板块 那实际上今天这个市场尽管弱 但是跟昨天相比其实要强很多 大家不妨去看一下涨跌加速的一个比例 今天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 但是前两天下跌的明显要多很多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况当中 是不是市场会浮现出一些机会 不要忘了在收看的同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爱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本周行情是涨了一天震荡的四天 而且今天中午还玩了一次恐慌式的心跳 不过就在下午起来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低位的板块 已经开始了一些启动的信号了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在本周市场当中我们知道 连续下跌过程当中 有一些板块是观察到有一个明显 机构逆势建仓的一些方向 它就是采决服务业板块 采决服务业板块目前正处在一个历史低点位附近 同时也在一个近阶段调整的末端 这两天我们也跟大家去讲过 它有一个阶段性启动的跳空缺口 而且在调整下降轻动到末端的时候 机构资金是大量的流入 而关注采决服务业的一些核心的投资逻辑 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近阶段正处于秋冬季节的能源需求旺季 对于一些能源的需求 它需要有上游的一些开采行为 所以对于目前来说 正好是有这样一个投资的逻辑在 其实你可以从去年的19年的行情当中 也不难发现 在我们这张采决服务业的图片当中 它去年11月到12月 也正值秋冬季节当中 是有一波很明显的快速拉升 而近阶段的采决服务业 又来到了一个阶段性历史低点附近 机构资金开始建仓 又在调整的末端 那这个地方开启一波很明确的 有波段意义的反弹浪 还是非常容易去甄别和识别出来的 那对于我们来讲 最关键的是 在历史低点附近 要去寻找到一些 有目前开采能力 逐渐递增的这些公司 去做投资的话 这个方向才是最为明显有效的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提供一份 在采决服务业行业当中 一份非常详尽的数据投资策略报告 这份数据投资策略报告 会给您梳理出 到底是像煤炭开采当中 哪一些公司开采量在递增 还是像在天然气开采量 有一些明显递增 业绩回暖的这些公司 供您做一个非常精确的投资参考 那领取的方式 还是通过嗓门屏幕下方 二人码 你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份 在采决服务业板块当中 目前开采过程当中 到底有哪些好的公司的 投资策略报告 那在采决服务业板块当中 个股的筛选 其实今天还是有一个技巧的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知道这两天 今天中午的时候 有一波快速的反弹下跌 那这个当中下午 其实有很多个股 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 而且伴随着个股的拉升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识别到 到底哪些公司 是在低点中午的时候 资金逆势加仓的 那在这个板块当中 其实我们还是要筛选一些 有提前走出下跌通道的这些品种 比方说这些品种 在经历着较长的下降通道之后 这两天是有明显出来的 那么同时MACD的位置 也在一个零轴上方 关键是它三级报业绩公布之后 有大幅预增 并且今天中午 有资金大举的介入 这些采决服务业行业当中的 一些公司 是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挖掘和寻找 等待它中线波段 反弹乱的开启的 那最后我们跟来聊一个 有目前进一步 强势走强的一些板块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其实从本周二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去强调过 一个即将突破的板块 其实大家也非常有印象 就是保险板块 保险板块在本周二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 机构资金连续介入 而且已经来到三冲四破 前期平台顶部的附近 即将出现突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经历过四天连续上涨之后 今天很明显是已经 一举拿下了前期的平台高点了 那这个当中就是很明显 机构资金今天买入七个亿 平台突破 那未来进一步 强势上工的信号呢 还在 我们只需要耐心的持股 寻找好一些低息的点 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今天应该说本周吧 市场冲高预阻的一个行情 虎头蛇尾嘛 那下周 还有没有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已经发到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我们收取了信息以后呢 待会儿来揭晓 那同时 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粉丝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那如果说 你认为下周 还有摸新高的一个机会 打一告诉我 如果认为没有打 创新高的一个机会了 打二告诉我 不要忘了 那稍事休息以后呢 马上来揭晓答案 来 大家在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善于捕捉主声浪 大家好 我是王健 通过常识的研究 我们发现 主声浪的形态品种 往往充满机会 大资金也愿意 在主声浪阶段积极进攻 想要学会捕捉主声浪的朋友们 推荐领取这份主声浪战法 现在扫码 教你几招捕捉主声浪 我们用经典且投资者 易于掌握的主声浪案例 进行分析与讲解 总结买卖要点 捕捉当下机会 三部系统教学 即建仓期 整理期 启动期 精心易懂 把握当下主声机会 现在扫码领取使用 好的战法 要经得起实战验证 主声浪战法 通过四种指标 量化了主声浪判断标准 根据实战 我修改了指标的参数 也是更好的 希望帮到大家掌握与操作 现在扫码就能轻松获取 主声浪战法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掐值一算 今日要抛 一开火焰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男六成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臭我的 臭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在近期的交易当中 我们的小伞有怎样的感悟 我们来分享一条 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管理层对于市场投机炒作行为的 监管并没有放松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题材股的投机炒作将面临风险 情绪战法将失效 市场的情绪会变得忽冷忽热 短线交易更难把握市场的节奏 我们小伞应该放弃题材股 亏损股 垃圾股 而应该把资金放入有核心竞争力 业绩稳定增长的优质公司 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 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来分享一下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好 欢迎回来 那么对于下周 本周的一个冲高回落 预阻以后 下周还有没有新高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 朋友们是如何选择的 那选择第一个选项 有 有61%的观众认为有新高 那么认为没有的 那就剩下39%了 在我们微这个抖音上的朋友们 今天蛮有意思的 没有出现像以往那样的 相反的这个选择 今天也是一多 那不容易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嘉宾的观点 支持度更高的是 缺光明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说 近两个交易人 上证由于受到银行 保险等大金融权重拉升的影响 调整幅度较小 创业板则代表 个股的一个走势 创业板在连续回调以后 短期将逐步进入低期阶段 后续关注三季报 业绩预期较好的板块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本周市场周线收扬 不好的是 三大指数全部跌破了五天线 短期维持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当然这还需要观察周末的消息面 目前来看 市场题材表现清淡 并且轮动较快 短线情绪依旧低迷 下周等待新热点的操作机会 这是两位观众的一个看法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 到底如何来判断 来 一看跌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遵守 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商武 在古拍APP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赵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之头 在下周一的交易当中 我们应该先观察哪些技术指标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 因为毕竟今天是周五 本周周一大洋 可惜后续罚令 好在本周还是守住了五日均线 其实上证指数同样还守住了十日均线 收了一个放量带上引线的一个中阳线 后市如果能够退守在五日均线 五周均线上能够守住的话 并且量能保持 那么我认为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是从这个周线的一个角度来说 指标的目前周线的一个指标是转多的一个指标 是可以谨慎持有的 那其实走到现在呢 从周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前面周线阴线多阳线少 但从这个节前的一周开始 市场实际上已经有止跌的一个信号 是走了一颗十字星以后呢 在节后的第一周 尽管只有一个交易人 但是顶住了一个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开出的一根周线呢 是站上了五周均线 所以本周呢顺势而上 把十周均线拿下 所以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说 还是不错的 并且如果从成交量的一个角度来说 刚才我们说放量啊 那有人说 前面只有一天的量 你跟他比什么 再往前一周比三天的一个量 也没什么好比的 但是我想我们把完整交易周 拿来做比较的话 你也可以看出很明显 本周如果跟这一周的 一个完整交易周的一个成交量 相比的话怎么样 是放大的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收盘的位置 也已经跟他的一个 开盘的位置是齐平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旗鼓相当 从某种角度来说 本周的一个市场 应该还是多头胜出一筹的 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说 守住五周均线 应该还是大概率 这是从周线的一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 今天是全天呈现一个震荡的走势 上五摸高 摸高的位置正好是我们昨天给出的 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上限 分毫不差 五后是探底六十均线 这个位置也是跟我们昨天给出的 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下限 同样分毫不差 获得支撑以后是开始出现了一个回升 收了一个数量的阳时之星 后市可能会依托六四均线 六四均线是这一根 是绿色的这一根 再去上市上方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的下周还会有提高 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力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周转多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日线上由于跌破了五日均线 已经是一个转空的一个趋势 是要保持谨慎的 下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 3321到3351点 那么实际上呢 对于本周的一个防线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这根 这个我们刚才说周一的 虎头的这根阳线的一个半分位 假如下周这个位置 还是能够守住的话 那么我想对于上证指数来说 再继续往上 把这个缺口补去呢 还是希望很大的 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创业板的周线图 创业板的周一 同样是一根大阳线 也同样非常可惜 此后呢 四天的K线 把这根大阳线吞吃殆尽 好在最后一个小时呢 还是有所上升 所以保留了K线的一个实体部分 留下了这么一个跳空缺口 收了一个放量的 倒垂头的这么一根阳线 那么这根阳线 应该说对于下周守住 下方的一个缺口 继续上行 希望还是存在的 从指标来看呢 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指标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那同样我们从量价的一个角度 来比较一下的话 先看价 先看量 那从量的一个角度来说呢 毫无疑问是压倒一头 那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不用谈了 是毫无疑问是拿下的 假如和这根比较的话呢 应该说也是拿下的 但是呢 假如跟这根比较的话呢 成交量欠缺不少 所以对于创业版来说 它的问题是量 是量 那么量如果能够下周 能够保持的话 守住缺口 往上上行 还是可期的 再来看一下创业版的日线 创业版呢 今天日线同样是冲高回落 午后呢 在周一缺口的这个位置 刚刚补去一个点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 收了一个数量的十字星 如果周一不能够拿下上方 五日均线的话 那么对他而言后事 往下补缺 这个缺口补去的一个可能性 就会增大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越多周多日转空的一个趋势 应该要保持谨慎 周一的一个参考播动区间 2696点到2753点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再回到场内 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 下周如何操作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夹直一算 今日要抛 一开火夜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男人生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的 求我的 脚风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行情来了 犹豫观望 连续踏空怎么办 匆忙上车 踏错节奏又该怎么办 没关系 上股拍APP 百位股票专家 市场专业人士 全身资深头顾 坐镇股拍直播间 早期晚时 全天贴盘直播 随时答疑解惑 当下哪些主流品种 值得把握 哪些标的 具备强势上涨空间 行情不等人 赶快上股拍APP 听老师给你 一一分析 板块机会 各股逻辑 随时随地问老师 关注时机 操作要点 老师通通告诉你 近期市场活跃 机会增多 部分品种 迎来黄金上车时机 赶快下载股拍 听老师解读具体机会 几家精装配备 高标准施工团队 专人全程监管 五大验收节点层层把关 56道欧标工艺 18道特色工艺 全屋放样一目了然 可视化管控工序标准 急速装修 工期最快 仅需60个工作日 装修过程中 业主可用手机 随时监控施工进度 预埋全屋智能系统接口 完工后 可介入多种智能设备 让装修变得轻松 居住变得更加舒适 高标准完工验收交付 全套设计方案 详细资料 隐蔽工程走线图 等一系列材料 提供给业主 并承诺隐蔽工程 五年保质 24小时售后响应服务 让你们有后顾之忧 想装修 来极佳精装 立即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或拨打电话 888228 帮您体验一站式智能精装服务 让装修更省心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下周如何操作更好一些 我们先请出广敏 广敏下周你会怎么操作 下周的话我只要关注两个点 一个是下方的3310点到3300点左右 我觉得从进二推一的角度来说 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狙击点 那么从上方来看的话 关注是3370 如果说按照下周先往上冲的话 因为银行股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强势状态 那么也有可能下周这个由银行股带领再往上上一个台阶 那么如果先往上冲的话 那么意味着这个进二推一的这个退一没有完全形成 所以说到了3370点可能还会做一个二次的回落 所以说基本上是按照这两个仓位 这两个点位做一个高炮低息的一个操作 是这样 好 谢谢光明 把他观察的两个点已经告诉大家了 那我想应该怎么操作 可能各位投资者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个方法 只是做一个借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王英 听听王英觉得下周怎么操作 可能更合适一些 因为我们刚才讲 目前还是一个存量博弈比较明显的一个市场 所以的话我觉得仓位上还是要做进一个 有效的一个控制 因为市场其实它盘子不是特别稳 会有一些低息的一些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要保持好手里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弹药 第二点的话就是要减少一些无效的一个短线交易 因为它本身的它一个延续性不强 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逢高 就是它连续上涨 其实它的动能是不足的 所以我觉得短线交易要稍微要减少一些 然后其实四季度的话也是一个机构传统的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时机 一些低估值的板块的话 它要进行一个估值切换 可能要切换到2021年的一个估值 所以像在近期的话 在四季度像一些低估值的品种 像银行 地产 机械 就是它业绩可能比较好的 所以在这个四季度它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 但是对于这部分 你刚才银行 保险这些 包括像钢铁 一些煤炭 这部分是往往我们散户投资者看不上眼 弹性不是很大 这个你怎么看 对散户来说买入合适吗 因为在四季度这样一个传统的阵义 我的天啊 这句话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3 2 2 3 3 4 4 5 5 5 6 6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觀眾朋友們晚上好 歡迎您收看今天的公司與行業 我是李婷在上海問候各位 咱們先來說一說今天的市場 今天互施兩市的股指是繼續縮量整理 我們看到成交額已經是縮減到了6926億 而北向資金今天則是淨賣出5億 板塊上來看資金對於創業版的熱情 還是相對來說比較高的 創業版註冊制的新股是再度的遭到了爆炒 熊貓乳品一度上漲超過700% 那麼量能持續縮減的背景之下 大盤是否還會繼續回調 而創業版呢人氣不減 是不是大家在選擇更多